乌尔局势恶化 震荡全球金融市场 美股周二走低 道琼盘中一度暴跌超过700点 在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仍有外交空间后 跌幅收敛 标普则是重衰超过1% 欧洲股市开盘同样重挫 不过目前制裁措施还不算激烈 小涨小跌作收 俄罗斯RTS指数 正是因为担心制裁下跌快4% 创下2020年11月来最低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一度贬到 两年来新低点 有感乌尔局势可能升级 也加剧亚洲市场消极情绪 日本 南韩 上海 香港股市都下滑 另外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 周二今年上涨 逼近每桶100美元 创下7年来最高 天然气价格同样受到制裁影响 欧洲又有40%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西欧已经开始寻找替代来源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再来 Café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